大果都有棚子 我到时候给你看照片 叔叔有不大东西讲 对对对对 热爱族 这个就是我熊涨的草 我其实花的钱就是把这个颜色变了一下 对对对对 别的都是旧的 这个都是旧的拿过的 我买了一个烤箱 烤炉可以烧烤 那您平常老爷子 比那个谁 比那个荒帮他们家好 他们家太远了 太远了 对对对 就太远了 再说要做那么多地 还养那么多人 对 就没意思 对对 我们得自己运动 你看我自己 我任何事都我自己做 我我比如我采访 我写 我拍 我自己编辑 就我一个人 您看就您您您说您喜欢我 我就去拿这个小机器 这小机器我就 我就自己自己拍完 拍完我也不剪辑 然后我然后我再把它发出去 哦真的好 对对 你真的一直拍我 没我刚打开 刚打开 我没有什么 我觉得人到一定的年龄呢 都需要运动 运动以后呢 就血液循环好 血液循环好了呢 就是等于说自身抵抗力也好 抵抗力好了身体就好 还有就是我们在澳大利亚 就疫情的话 我们在澳大利亚被滞留了一年 因为孩子在澳洲嘛 在悉尼 我们以前都是十天八天的到那儿 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去待了一年才知道 特别好在哪里 一个空气 中国怎么也没有的 还有吃 特别重要 你看我爱了那么多病 澳洲一年回来 所有的指标 他是为那个 他不是肝移植 肝移植 他心脏一根血管堵了 没有了 就是只有两根了 肺是打坑的时候吸肺 所以他心肝肺都是坏的 他以前是工程病 也不是 就是陆军嘛 陆军打飞机库嘛 文革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又没有什么防护 他还特积极 完了刚爆炸 就他什么突击队嘛 不少进去 那粉尘啊 所以都在肺里边 是他为什么二级残肺 现在是 他就那个肺已经硬了 所以他特别不舒服 没想到去了澳洲以后 一个我们 你看他很聪明 澳洲他是幼度的 他学会开车 英国知识 车靠左边走了 完了他考了一个 那个可以 就是那个国际驾照那样 然后我们就经常开车出去 钓鱼打球 那打球特别便宜 中国人特别会算 我们那有一个 以前一个首长的秘书 他告诉你去买 哪个球场几月份的 才一千多澳币 一千多澳币 相当于五千块人民币 我们那时候 不知道要回来吗 我们只能买三个月 三个月可以天天去打 开这个车 你想便宜 现在中国打高尔富要 一次就得一千多块钱 完了 打球钓鱼 他钓鱼是买一张卡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 什么会儿的 只能三个月一买三个月买 大概是十几块奥币 你到哪里都可以钓 哎呀钓鱼开心思 他那钓的鱼灯是野生的 所以从那以后 我们吃的都是野生的 菜 他的菜都好吃 面也好吃 胡萝卜 红萝卜 还有那个叫什么 洋葱和大蒜 特别好 我现在我吃的那个奶粉 就是澳大利亚 有一个电话 我就知道那个电话 因为那个中国的奶 以前我订那个三元牛奶 早上送的 后来就发现那个奶不行 还是那个澳大利亚的奶粉好 所以我们这才知道 食材特别重要 以前我们去打球 在江苏的时候 有一个部长带我们去 去说那个有一个叫 河藤鱼 我不知道你 河藤鱼 我知道 特别大的一个楼 金色的 完了以后 我们一起参观 特开心 他可以模拟 所有的海洋的 各种各样鱼 他都可以在实验室里 完成完了 在这个鱼池里面 哎呀我们当时觉得多好啊 那中国吃就解决了嘛 去了澳洲才知道 那野生 这是用药为成的 对对对 因为那个河藤鱼 它是在河里边产卵 然后它到大海里长大 长大再溺着水再回来 就中国的就是 由那个长江口进入 然后由江口到静江左右的时候 那河藤鱼是最好的 它不仅仅是河藤鱼 去参加 参观那个大楼 它叫河藤鱼大厦 它是河藤鱼起家的 它什么鱼 它都能造出来 什么鱼都能模拟 那个什么海浪 模拟那个什么声音 还去什么微量元素 它都有检测 它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 就是看你缺什么就放什么 对对 那不是一号吗 对 昨天那个 昨天我就参观守农集团 守农集团下边 有个育农 育农公司 育农公司有个西山农场 就在育前山 可能首长他们那边 在那育前山的边上 有个叫翠湖西红柿工厂 工厂 就是工厂这两个字 它不叫农场 这实际上就等于工业制造出来的西红柿 所以我跟你说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多饼 我相信跟这个 跟吃的有关 绝对有关系 你想你是反 他们不重视营养 他们不重视营养 只要你有的吃 吃饱了就行 胡吃海塞 吃出病了之后 然后看病舍得花钱 对 做手术看 舍得花钱 对 最后到那个 一点钱没有了以后 然后最后还去 最后看一次中医 把所有的钱都看光了 对 所以我觉得吧 我就去 在澳洲待了一年以后 我才知道 原来中国是缺在这个地方 我的那个吃的药哈 你看那个 我是那个海湾战争被辐射了 就是再生战略性贫血 再生战略性贫血呢 就每天得打针 打维生素B1 跟维生素B12 最便宜的叫B12 就是战士 那时候我住 就是平常任何人都吃得起的 比这好一点 叫叫甲骨胺 甲骨胺就甲骨 甲骨胺 还有一个叫什么灵 就都不叫这个名字了 实际上就是不同的 维生素B12 我们平常最低级吃的 维生素B12 就是化学药品 分子室是维生素B12 但高级的就不是 比如那个 他们有从那个欧洲 给我带来的 就喝的甜的 杏仁味的甜的水 就是液体的维生素B12 现在我才知道 最好的维生素B12 是营养品 而不是药品 对 现在中国人就老说 这玩意也不是药 这玩意不 这只是营养品 实际上最好的东西 应该是营养品 对 然后我最近采访 我知道在义庄 义庄开发区 有一个很大的工厂 叫什么 我又讲不起那名来了 就是把美国 那个科罗拉 不是科罗拉 是犹他州 盐湖城的 我去过盐湖城 就盐湖城 您去过盐湖城吗 盐湖城 犹他州我去过的 我们是自驾 自驾 它有个特别大的教堂 它是叫什么教堂 他那个叫什么教堂 杨百汉大学 对 那个是跟美国的教堂不一样 摩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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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他那个 他那的银行都叫西安银行 西安其实就是犹太复合主义 那个字 因为以色列犹太耶路撒冷 那个山叫西安山 所以当地把那个 那个摩门教 自比西安 自比耶稣 但是摩门教是很自律的 对对对 他对家庭特别好 他的那个教堂不许外人进 就我去了 您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那个 有个叫 有个大使 就我们中国人不喜欢他的 他叫 红伯培 他叫汉斯曼 其实他叫汉斯曼 他那个小孩收养 在扬州的 送我帮他收养 哦哦哦哦 所以你能进 我到那不让我进 不让我进 我只能在教堂外边看 我们去了教堂 还去了他 因为我艾伦斯军人嘛 那个就是退休了 完了以后 我们去参观他的军人 退休军人 我们去考察了一下 所以美国的那个 退休军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就是那个系统特别好 所以我就跟老邓说 他也退休了 他现在有一个就是 就是退休了那些 那个解放军 我不知道叫什么节目 我就说世界上好多专业 都应该互相学习 就是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 他这个特别好 我就想老邓 我说 我让他来就是 您多好 知道那么多事 我们一起去 我们特意去了美国 我说你们退休军人 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去看了 那是个团长 那个团企干部退休的 他在那是最大的官 他们完了政府呢 就给了他一栋三层楼 不是给他的 就是让他搞活动 搞活动 他是免税的 这个楼也不要钱 完了呢 里头有厨师 都是跟军人有关系 哪怕你当过一天兵 也可以去哪 完了家属都可以去 咖啡是一块钱美金一杯 完了服务人员 都他们里面的人 要的很少的工资 你冷不冷 不冷吧 不冷不冷 要的很少的工资 他们还经常可以组织活动 完了去募捐来的钱 赞助这些伤财老兵 对 他们每年有跑步 对 因为士兵这职业 特别容易伤和病 是吧 一辈子就 然后你不能老了 不能不管他们了 所以呢 他这个俱乐部 我们还去了 他们还请了 我们在俱乐部里 吃了一个饭 完了以后 我们就全到过程 完了他还有车牌 他们当地 自己收受的纪念车牌 还送了两个 就有那个标志上 是老兵的 对 所以我就 他们戴的那个帽子上 也有老兵的 测出的 我这就是一个 我这就是美国的 那个伊拉克 你看他是伊拉克老兵 我不是那个 我这个再生战役 拼血就在伊拉克得的 然后美国兵 也就给了我一个这个 所以我这一看 他们一看 也算伊拉克退伍老兵 所以呢 就是我们聊的很细 现在跟你讲的很细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就 而且很多家属啊 小孩啊 还有那些老兵 都跟我们特别友好的 给我们介绍 是 是 所以我觉得 哎呀 其实我 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等于说 一个社区 他们是一个社区 有这么一个组织 完了 就也很简单 大家又能在一起 挣能量 对 又能在一起 讲讲他自己的经历 对 因为共同的生活 你想那些 如果他是一个美国兵 他又当到团长一级 上校一级 他一定是有组织能力 应该品德高尚 不然的话 他得对他手下 那个 那一个团的人负责 对 而我们像这种 有能力的人 多的是 有肯思考 肯讲真话的人 太多了 中国人 那就没好好用起来 对 没错 你想要欠我 我去任何地儿 看病都不行 我只有到新华社 认定的地儿 我才能去看病 我开药 我只花一块钱 刚才您说一块钱 咖啡 我就在对面 就在这能看见 那个新华社 那个楼 那个楼的底 楼的底线 按理说新华社是 还不如您这个 还不如您把这 治理的好呢 我这个就是 每天花点时间 我们都年纪大了 都要七十岁了 这个草是很 根本不要水泥 什么 都能走路 而且它是环保的 我当时买的时候 比一般的会贵一点 因为你在太阳里面晒 对 你塑料就不环保 就对人体又不好 是不是 您说的任何事 都是环保 因为环保 就说明这一个人 他不仅对自己好 他对环境 环境也好 对其他的生命 其他的生物 其他的邻居 环保现在是 最重要 因为我是受益了 你说我想起那个药来了 叫优沙纳 优沙纳 优沙纳就是 优沙纳就是盐湖城 一个什么什么博士 那个博士发明的 他不是吃药来让人 是营养品 刚才您一说的就对 营养品是我们生命中 最需要的东西 如果营养品都对了 就不用像我 说我这血坏了 我再去打维生素B12 我吃的食品里 就有足够的维生素B12了 所以我爱人心肯身体那么好 我就特别重视吃 那个方方跟我说 他换过两次肝的吧 换过一次肝 但是动了两次手术 两次手术 有一次他有点意外 然后我现在我就知道 就是当你生了病了 你就动不了了 只能手术和越猛烈的药 去治你的病 而平常那些影响品 你看那外国写的说 我们这个不是药 在我们就觉得 这不是药 这不管用 其实不是药 才是最好的药 对 是吧 不然你病入高峰了 这是大自然 我们人跟大自然是一起的 我以为他病的特严重 因为别人就传跟我说 他换过两次肝 实际上是换过一次肝 两次手术 那也受不了 那也受不了 就是您照顾他的好 照顾好原因就是 他娶了上海太太 我老说 我老说中国那个生活水平 文化水平 最高的是长江三角洲 就是包括 我无锡 肯定不如上海了 没有 无锡也很好 所以刚才一说老邓 我马上就说 老邓来 老邓是上海人 南京人 老邓的 老邓的媳妇是南京人 是军医 是军医 他给我做面包 做面包 他做公共就要给我送来 澳大利亚的面粉特别好吃 特别好 对 所以就是 我这辈子还没去过澳大利亚 所以所有的东西 我去过新西兰 没去过澳大利亚 我告诉你 所有的东西 它都是地里长的 地里长的 水 用面药水就长起来了 自然生长的 自然生长的 大自然 人也是大自然 一定要顺着走 对 不难腻的 所以你要 要是那个首长没娶您 没准就小面早没了 是吧 我觉得有点关系 对 他年轻症 不然西费什么 我也是 我那个 我就是只要看见那新闻 我就不择手段 我一定要把那新闻弄到收 弄到收 您知道 那个我 我怎么是 这时候首长的了 是那个 我 一直是新华社 就什么战争啊 什么柬埔寨 缅甸 包括北京那些最危险的事 都是我到场 我采访的时候 我不看见任何危险 然后那个 那年那个 不是有个38军的军长吗 我就想问首长那段事 军长一直到临死 每年8月13号 我去石家庄 给他过生日了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觉得我跟他的友谊 超过他们家 对他的关系 我跟他聊过好几次 他呢 后来老了呢 国家对他也不错 石家庄 那个河北省军区 最好那干修所 那干修所里 最好那套房子 给了他 给了他 他一个人住在那 有一个叫小杨的人 自称一直跟他 陪他住在一起 他一个人的吃的什么 就比较那什么 我有个学生 就是我在正法大学 当过四年老师 有个学生叫李永 是石家庄 就河北省高院的 我就说你没事 你吃的没事 他是一老光棍 你陪着他 给他送点吃的什么的 到后来呢 就是他在北京 北京他有两 石家庄有套房 北京那个 您肯定 你首长 您肯定都知道 就是在那个 北京军区装备部那 他还有一套房 有一套房呢 就是那个 那个谁 那个李锐 他后来就是 就接触那个 当过中组部副部长 那个李锐 就是号称是毛主席 对对 号称毛主席秘书的 其实不是 然后那个李锐 他就说 说是我帮你运动运动 两套房子都能留下来 人都有贪心的嘛 他就到李锐 他们家去 到李锐那家 杨继承在 就是对面 新华社记者 我告诉他 我一样 我说那个 徐七仙有一些话 对你有意见 我想我想来找你核实 我有 我有杨继承的微信 但杨继承不给我回话 然后那个 就是电话就响了 李锐家的电话响了 杨继承拿起电话了 说军长你电话 军长他一听 一想 是吧 他就部队出身的 以为就是熟人的 对着电话 就说了好多话 说了好多话 结果对方是香港的 苹果日报 哎呦 那麻烦了 然后呢 那会儿正是 那个什么什么花革命 然后就说 就是他仍然坚持 他当年的做法 然后呢 杨继承搂着徐金仙 拍了张合影 把这张合影 就登在登在那个 苹果日报上了 苹果日报一登出来 胡锦涛大怒 就让房峰辉 处理徐金仙 其实那时候 那个 他在北京是很自由的 到处走 就是 然后那个 关键是 杨继承当时有一本书 按照徐金仙的说法 那本书呢 要出版 出版里边 没有没有虚头 就他就把这个徐金仙 放在这里边了 他是为了卖那本书 但是 所以徐金仙有说很简单 所以这徐金仙就倒霉了 倒霉了以后就说 他如果来北京的话 必须北京军区保卫部 批准他才能来北京 他连看病都不能来北京了 平常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就住在那个石家庄 那个白球恩义 白球恩义 对他对他很好 然后一个小战士 跟他住在一起 每年他过生日 他8月13号生日 现在已经死了两年了 死了两年 他们家也没宣布死 但是已经死了两年了 我就知道那个首长 首长跟他是朋友 而且对他不错 这那什么 我认识 北京军区的 他几本山都认识 我认识李海黎 李海黎就是李蒙华那个儿子 我跟他是朋友 他跟我吹牛说 我也见过徐金仙 我说你不可能见过徐金仙 徐金仙任何人不许见的 他说我见过 徐金仙进来还给我立正 我说不可能 然后他说那你问我媳妇去 就带我见方方 方方是监狱的 方方是监狱的 所以徐金仙那时候关在监狱里 然后我就才知道 人只要关到监狱里 任何人 他的锐气都会没了 因为我印象中 那是人生没有自由 对 然后我就没想到 我平常在那个楼 我们那个 尖上 尖上那22层设餐厅 设餐厅 但我就没想到 我看边上都是比新华社 那是新华社22层楼 然后是原来设想是 那时候是88年 89年盖的这个楼 89年盖的时候 原来设想说 这个楼顶上是停直升飞机的 后来以后呢 中央电视台起来了 新华社作用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就在那个 然后呢 现在新华社也办电视台 新华社电视台 欠三个月工资 到银行去借钱 人家都不借新华社 然后参考消息是借钱 差三个月工资 有啥东西 大家都不看 对 你看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上哪有消息啊 对 然后我呢 就是一直坚持 我要抓一手的 一手的新闻 比如那个 但你的新闻很危险 不不 新闻是很危险 但是我觉得 我有句话就说 拍不拍是我的事 发不发是党的事 我不发 也许过两年 党就要发了呢 但党要发的时候 徐七仙 徐七仙已经死了 但是他这个 这个人和这件事 是中国的特别大的件事 是 记录也是很好的 对 他呢 就是说 他就是说 杨继生啊 我相信你 我让你来 咱俩合影 但是 你不能滥用我的信任呢 是吧 我是 他用的原话就是 他叫什么 我是一个没 我就特想把他给我 就是徐七仙对着我镜头说的话 给杨继生看看 但是我就说杨继生 我有东西 我想见面 当面跟你谈 杨继生他不回话 一直耗道徐七仙死 我也没把徐七仙给他带的话给他 徐七仙的家 徐七仙的家里边就对杨继生的意见就更大了 那他给他回了人家 我本来他在北京到时候走走什么 我见他很容易 以后就必须到石家庄去 徐七仙的家 这我真是从来没想过在清华社的对面有这么好的地 对对对 我主任我主任是摄影部主任是 他是十三大代表 也是 他是扬州人 他也是扬州人 他要知道有这样的地儿 八十多岁了 可以啊 老太太 原来新华社摄影部主任 正局级退休的 我老给他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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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家都喜欢 我被他们两次双开过 但是我退休之后就说 给你发退休金吧 就是被双开了又发退休金的人 那就是我的新华社